早安 早安 今天是禮拜六早上 現在是十一點 然後 由於我早上 手有點劍 然後我就去 選那個就是 今天是禮拜六早上 殘劑嘛就是疫苗殘劑 然後因為我這幾個月來 我已經試了半年我從來沒有成功 搶過就是疫苗殘劑 然後我就點進去結果沒想到我就 我就點中了 所以我現在要去打疫苗 但其實我下禮拜三已經 有預約到要去打疫苗了 但 我就是 真的我從來沒有搶到過 就是我每次點進去然後那個疫苗就是 它明明顯示有次點進去就是沒有啊 然後沒想到我今天就是點點點 然後很順的我就預約到 然後我也沒辦法取消 因為它那個系統都是連接的嘛 我 禮拜三預約好的那個疫苗 就有自動取消了 好沒關係那 其實我現在很緊張 那我現在就去跟我一起去打疫苗吧 Go 今天天氣會不會太好了 真是個適合打疫苗的天氣 然後我剛剛已經 買好止痛藥了 便利 他說便利商店 韓國人就是 都吃這個止痛藥 好 我現在要去的醫院在我家附近 什麼 可是好險 今天是假日 然後所以 阿哲可以陪我去 如果是禮拜三的話 他不能陪我去 我應該會很害怕 好 醫院要到了 就這樣 我應該會有什麼事 都吃到 你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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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吃 你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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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吃 podem勸吻叮嘮 太 rub甩了 很好 太感谢 现在吃�도便宜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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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打完疫苗 然後先來吃個飯 現在 打完半個小時了吧 然後感覺是就是 打的那隻手臂有點 很緊 很緊的那種感覺 就有點痠痠的 然後本來今天是有約的 然後現在決定 因為打完疫苗三天內是不能喝酒的嘛 所以我打算今天就先回家休息看一下狀況 好緊張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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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回到家了 然後剛吃完午餐 然後現在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雖然我剛剛已經有事先吃了指叢咬一方萬一 但現在唯一的 應該說有感的地方只有就是我這一邊 就是好像是筋嗎 肌肉的部分就是很緊繃很痠的感覺 但不至於不舒服 所以我現在決定先休息個三個小時 然後看一下狀況 然後之後再跟大家講說 還有什麼其他的反應 嗯 然後 就是 現在韓國打疫苗的情形啊 是 打完第一劑的已經有超過58% 然後兩劑都打完了是超過34%了 對 然後其實 我是很想趕快兩劑都打完啦 因為 嗯 其實真的很久沒有回台灣了嘛 那現在台灣也沒有辦法接受說 就是打完兩劑都可以開放 不用隔離 所以我現在是想說打完兩劑的話 看要不要跟我媽在 第三個國家 可能歐洲啊 就是那些已經開放的國家見面 那 這些就是之後再說 那就我就先去休息個 三個小時 然後待會再來回報 狀況啦 嗨 我現在打完疫苗經過大概 五個多小時了 然後我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適感 只有就是像我剛剛說的有一點很緊繃的感覺 然後這邊打疫苗都會有點癢癢的 可是他說不能抓 那他也說打完疫苗後至少一天不要洗澡 對 然後 在韓國呢 是外國人也可以打疫苗的 只要你有合法的簽證 跟有加入就是健保的話 那就是可以免費打疫苗 就像韓國人一樣 就是一樣的申請方式 那我問了我台灣的朋友 就是台灣的外國 在台灣的外國也是跟韓國一樣的方式 只要有合法居留 然後還有繳健保 都是可以免費打疫苗的 那就算沒有加入健保的話 也是可以打疫苗 只是我這邊查不到是 要自費還是 政府會幾次這樣 然後 我打完第一 今天我打完第一劑是 九月四號 然後我的下一劑是六週後 可是正常來說是三週後就是可以打疫苗 全世界都是 台灣也是 可是因為現在韓國的疫苗比較吃緊 所以他就把期間拉到六週 可能就會比較 疫苗會比較寬裕一點 那就 我現在要去朋友家吃飯了 如果明天早上起來 明天早上起來還有什麼狀況的話 希望不要有狀況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囉 那我完疫苗就來朋友家吃麻辣鍋 哈囉大家 我現在是 打完疫苗 過了24小時的狀態 那今天呢 我就是完全沒有不舒適的感覺 昨天我那個肌肉緊過的感覺也完全沒有了 除了就是 昨天打針的地方 旁邊的肉有點痛之外 沒有任何不舒服啊 心悸什麼都沒有 當然也是要再觀察 做觀察幾天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是 打完三天後他才有心悸的狀況 但是目前呢我是非常的安好 那這次的疫苗觀察紀錄 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有排到疫苗的話 能打就趕快去打 因為 除了是保護自己之外 也是保護自己的家人 身邊的人 尤其是 比較常待在家裡的老人啊 他們可能 可能就是要由我們來保護他們 如果不建議他們去 因為他們就是會比較害怕嘛 如果他們不打疫苗的話 那當然就是由我們來打 由我們來保護他們 其實我去打之前我也是很害怕啊 但 我覺得 就是盡量 疫苗普及率越高 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 才可以盡快的 重新步上 原來的軌道 那 這次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 或者是覺得這支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那也不要 吝嗇給我一個讚 然後 如果有任何想法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然後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